ophile 看里面这边有一粒一粒白色的东西 我会变叹叹叹叹 好像在吃鱼蛋这样子 米其林得奖的冰 有这个频道满好吃一下 你们就可以来这个 yo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频道 今天呢 很特别 今天开始叻 这支影片是我的旅游影片 很久没有出去玩了啦 旅游Vlog也很久没有拍 但是也是会拍一些当地试吃的东西啦 没有错啦 今天我要去的就是泰国啦 对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泰国 最后一次去旅行好像是 哇蹦 N年前去 所以这一次去泰国就是去 所以接下来的这几期影片都会是 泰国的Vlog啦 希望你们会喜欢我这样子的影片啦 等下我就要去机场 然后我们是直接在四乃机场直飞曼谷啦 OK所以现在我们就准备去机场啦 来 走 对啦 我要飞泰国啦 我们的飞机是10点25分 现在还有点时间我们应该找点东西吃吧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Hotau这边吃了啦 我点了一个银银铭 很贵的银银铭 Bbq chicken fried 我来吃一下18块的味道 哇 我来吃一下18块的味道 哇 很热 很热 哇 不过是不错吃一下啦 现在它的鱼吞不脆的 叉叉 蛮好吃的 18块的味道 你们可以来试试看 在四乃机场 我们吃饱喝足了 现在我们已经吃饱喝足了 现在我们要去check in了 准备上飞机 现在我们已经进来特地Barker 4这边了 好 给你们看一下这边上电有机的什么啦 按摩砸破裂 带箱子 衣服 好啦 所以一条街走完 没有机箭店的感觉 哈哈哈 好 我们现在要去排最正绩的 我已经进来的了 这应该是我们的飞机 终于抵达目的地了 现在我们已经抵达泰国了 来到这里过后我们会先去旅店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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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我们的酒店了 OK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我们的酒店了 上厕所门 所以我们check in酒店先来 酒店原来长这样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我的酒店房间了 大门 沙发 洗澡房 厕所 办工作 放茶的啦 旁 前面就是这边喽 没有什么东西的 哇,这个就是BioSky是我之前来泰国住的旅店 现在我们从旅店出来了 准备要走过去拜四面佛 在走之前我们去吃东西先 因为现在肚子很大 哇,原来这边过马路是这样可怕的 这边的五金店 我们要吃的话鸡饭已经收档了 所以我们现在找别的东西吃 吃了别的东西呢 我们还是找到一个鸡饭吃了 然后还贴了一些小吃 我们点了一点沙铁 OK,我们来试试看它的鸡饭 它鸡饭是有这个酱料 跟这个泰国辣椒酱,跟这个不懂什么 叫我们吃鸡饭 咸咸辣辣这样子 不够不难吃 就是泰国辣椒酱 看鸡饭不错一下不够吗 我个人觉得有点试试 我叫的它是有白斩鸡跟炸鸡块的 我来试它的炸鸡块 我还点了它的冰 我们再来试它的白斩鸡 我觉得是要点一点酱来吃 它的酱太重口味了 好像吃什么都一样的感觉 正体来讲是不错吃的 我试看它的沙铁 它沙铁的酱有点特别 不过它也是花生酱 就是很清爽一下 我听讲它下面是有面包的 但是我要讲吃它下面的面包 我如果咬下面不是烦到完 我看到面包了 我咬来吃 希望它不会烦掉 中冰 配面包吃我还是第一次 其实是一个很怪的口感 可能你们会喜欢 好啦现在吃饱喝足了 我们现在要去拜拜了 我们现在看我们这一餐吃了饱 你们猜 5 4 3 2 1 30多块 OK嘞 4个人吃30多块差不多 合理合理 所以如果你们几配的话 可以过来吃 不难吃 我明天再带你们去一个更好吃的 吃饱东西 我们现在就要去拜拜了 让我们走这里去 遇到一个河 你看泰国的塞车 不是跟你玩玩的 所以我们选择走回去 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哇 哇 哇可以咧 这一点也是有卖材料 哇 这边又有鸡饭 这边好像很流行吃鸡饭 你看 这边真的就是 在路边摆一个蛋 就可以做生意了 四五边看 哇 这真的是 真的是 边走边吃都可以 哇 这个烧烤可以 这是我们的菜祷队吗 我们已经来到四面坡这边了 在对面 就叫我们过去拜拜了 精神事成 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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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好了 然后现在就要管 现在我们就先请那些舞者来跳舞 我们现在是来到这个 Ciamperego吃这个 米其林的甜点 哇 你们猜这个是什么 没有错 就是鸡饭的那个面包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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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里面这边有 那有一粒一粒白色的这个糖色 它会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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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好像在吃鱼蛋这样子 OK 我们来试试看这个 这是面包 这它面包本身最有一个味道 它不是白面包 是跟刚才那个感觉 完全不一样的咯 它上面有Cream 我们来试试看 Cream跟这个 一起陪着吃 我觉得啊 真的有好吃 跟剛才的那個 完全不一樣的咯 這個335瓣 我覺得OK 很好吃啊 因為它很大分 可以幾個人一起學學吃 我來試試看這個奶茶 它的奶茶 不會很重的奶茶味 看它的奶茶是蠻好喝 不過它的奶茶裡面還有那個 我覺得一粒一粒會爆掉的那個也是有 可是裡面還有鮮草 還有珍珠 整體來講我覺得OK啦 好喝酸好喝 但沒有到很特別 我覺得這個蠻推薦來吃一下 因為我覺得米其林得獎的名 真的有特別到蠻好吃的 你們可以來這個 我覺得蠻推薦的啦 你們可以去試試看 我要補充一下 大家我吃吃吃齁 我吃到裡面還有很多麵包 然後我就嘗試看看 它振了很久的話 會不會很難吃 很結實的感覺 真的 完全跟那雞飯當然是不一樣的 我們剛才從 從西門廳這邊 然後走來對面這邊投手 然後現在這個地方是西門廳 欸這邊有點像西門廳的感覺 你們看 這邊還有街頭藝人在這邊唱歌 這條街真的很像西門廳這樣 就是 有車走 有人走 然後這邊又很多購物 可以買東西 然後又很多街頭藝人 對 對 現在我們來到的是 Terminal 21 這邊最大的特別就是 它是每一層都是不同主題的 第一層是英國的風格 好 OK 現在我是來到它的廁所 火車上 火車上 哇 很有火車的感覺 哇 這間廁所也是很特別的 這個是自私風格的 哇 欸 拉麵 它屋頂全部是拉麵 哇 很自私風格的 欸 現在我們是來到它樓上 最原來的Food Club 我們現在隨便選 幾樣東西來試試看 那些它的野水 哇 它的野水涼口就喝完掉了 它的野水很清涼的感覺 我試吃我這個主角 我試吃我這個主角 你看看,很軟軟 有點像我的叉燒的感覺 哇,很嫩耶 而且還有它的醬料 我來試試看 很特別的是醬料酸酸甜甜的感覺 其實不錯耶 有點像滷肉飯的感覺 這個整個就像中餐 他們的口味跟我們華人沒有差別 整體人家這個豬肉飯是蠻好吃的 下面我們來試吃這個泰國炒火燒 你可以自己拿這個辣椒來炒 它的果條炒到 很QO的感覺 它的配料裡面是還有辣椒粉 花生碎還有糖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調你們要的味道 我覺得已經是很夠味了 不需要特別調味 那辣椒粉是看你喜歡吃辣 還是不喜歡吃辣 好吃好吃 下面一位來泰國一定要試的 就是這個 有些人會不太喜歡吃是因為它裡面有 就稱它很重的味道 我來試試看 很甜耶 是不是我餓了 還有喝到 但我覺得應該不是最好吃 但是我覺得以Food Hot的水準來講 它其實不難吃 而且是蠻適合我們的口味 這不是我講這句話耶 真的是每一個都蠻適合我的口味 所以拿包子 下面一位 芒果糯米 不過我覺得它的糯米的野獎 好像好好的 因為我當我芒果糯米是有野獎味 但芒果糯米呢 我就覺得 還好中規中絕啦 因為我覺得它的野獎不夠味 下面一位就是我們的甜品 馬蹄水 哇,剛才你們摸它時看到冰對不對 哇,它是這樣子的 有點像JellyJelly醬 它馬蹄外面包裹著一個 軟軟QQ的東西 吃起來外面QQ的 然後裡面是脆脆的 然後它的水是有點野獎味 很好吃 下面一顆甜品 就是我們的 Jendor 泰國也有嘛 Jendor不是我們馬六家的特餐耶 哈哈哈哈 泰國的版本 是怎樣的 是怎樣 OK,可能我有先入為主的觀念了 因為我覺得馬六家的那個 馬六家的尖銳 它很重點是它的馬六家野獎 OK,我們的最後一樣最後一樣甜品 就是這個 它是這樣的 翻過來是有煎過的感覺 來試試看 OK,我不喜歡 所以這個東西不是很喜歡的 可能有些人會喜歡上 你們可以試試看 整體來講耶 這邊的食物真的超便宜的 所以如果你們要吃又便宜又好吃的東西 可以來這邊 OK,所以我們去下一個景點 Let's go 現在馬頭這邊 哇,很漂亮耶 做得很浪漫的感覺 好,實際上這邊是一個馬頭來的 好啦,所以今天就是我來泰國的第一天的行程啦 就是主要是去拜拜四年火 然後就走走看看四次和別走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分享,訂閱以及緊張 還有記得打開小鈴鐺 你們不會錯了 任何一支影片啦 OK,期待我明天的影片 Let's go 下面那邊 agen色 我們先到這裡 至少 我們在這部分 inafond 我們先看 我們要來拍照 我們就要把這個